端午节快到了 游戏里也提前上线了端午节玩法 开着龙舟载具 前面有个空头 这种位置出现空头 夕阳都不用想 绝对还有别的人 把这爆炸弓换成P90 如果遇到这些对手 击倒他之后 先不补 待会儿我也给他们吃粽子 别着急 这里是个机会 自己之前合成了一个洞子手雷 非常新鲜 刚从蒸锅里拿出来的 还是热乎的 来给一个 一颗小手雷 居然爆出来这么多东西 有脚步 还以为他队友过来替天行道了 想不到是个人机 最近有辆车赶过来了 包的话就不剪了 我觉得他们都没有我肥 现在我是双空头武器 这边掉了五个空头 五颜六色的 我来到这里 先不去剪空头 等他们剪 这周围空头价有点多 每个都能当掩体 我放个三周年炫酷五台 上去之后 就可以制造一个地形高打低了 奈何手里这两把枪 打近距离没啥问题 打这种中远距离就有点棘手了 有两颗手雷估计也炸不到 再战机拖着 再过来跟别人队偷我 就不太好办了 但别人队是跟他们打起来 捡空头最恐怖的事情 就是遇到两个队夹击 根本没办法 有一个队并不是直接挂的 估计还有队友小鸣点 这包地上盒子有点多 咱们看一下 我其实是不太想剪 MG3也不想丢 刚刚那个盒子有两把狗杂 冰茶吉利福音已经有 就先不拿了 我觉得这个第一架是最帅的 没有之意 点防具在打架 车停在这里偷洗手 有个吉利福的仔 打盘了 我怀疑这个崽子吉利福 是不是剪到我之前打掉的盒子 很有可能 都下去会会的 自己的兜里还有个动的手雷 待会可以吓唬他 这局也不是为了吃鸡 主要是想为这些对手吃粽子 端午节了 再看视频的各位老弟们 你们喜欢吃什么馅的 可以评论一下 该冲了 丢个动子手雷 估计把他炸到了 丢个咖也丢雷 冲 刚刚的手雷不出意外 好像爆了个冰红茶 这里 好